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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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习近平相隔15年再访匈牙利 亦都是他首次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指今年中空建交75周年 两国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 好伙伴 近年来双方高层交往密切 互信水平不断提高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蜂石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 紧密协调和配合 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树立典范 他期待和匈牙利总统舒尤克 和总理欧尔班等领导人会晤 共同规划两国合作发展新南途 引领中空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攀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和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坐车 由机场前往酒店途中 几百名当地华人 华侨和中国留学生 在道路两旁揮舞中空两国国旗 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匈牙利是首个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 匈牙利外长西亚尔多早前发声明 指习近平访问期间 两国将会签署最少16项协议 匈牙利将会更深入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星期一报导 欧尔班和习近平将会公布 内地长城汽车将会在匈牙利设厂 是中国在当地的第二所电动车生产厂 比亚迪位于匈牙利南部 在欧洲的第一所生产厂 将会在今年动工 令德时代投资超过70亿欧元 在当地开设的电动车电池生产厂 亦正在兴建当中 这个电池厂是匈牙利 历来最庞大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 预计可以创造9000个职位 无线电视机就一路紫旗报导 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 纪念为国战争胜利79周年 形象队士兵护送俄罗斯联邦国旗和星美旗入场 今次阅兵有9000多个官兵 以及70件武器装备受缘 较去年开幕宿势 总统普京致辞的时候 祖部和父辈保坏了祖国 粉碎了纳粹主义 解放了欧洲人民 俄罗斯战力部队始终处于战备状态 不允许任何人威胁俄罗斯 当地传媒说 阅兵期间各途部方阵 包括在乌克兰作战的士兵 以及亚尔斯战略导弹 S-400防空导弹等武器 依次经过红场 另外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 鲁窩 古巴等国的领导人出席阅兵 西共方日华亚科诊所 即日起应审计报告要求更改派走时间 有市民说仍然没有改善长者深宵伦后 同长时间等候诊症的问题 只限平日星期四下午认诊的 西共方日华亚科诊所 未开门之前几个钟已经有多人排队 诊所早前被审计报告点名批评 派丑安排 即日起有新改动 以往早上11点才正式派丑和登记 病人要等到下午1点半 诊所认诊之后才陆续见医生 按审计报告建议 诊所延后了派丑时间到下午1点 半个钟之后就开始认诊 不过诊所仍然维持凌晨初步登记安排 即是拿临时丑 丑号只有21个 派完就没有 即是市民拿完临时丑 中午再回来拿正式佳证丑 之后再按指定时间回来认诊 前后可能要来诊所三次 那些老人家很惨的嘛 12点前12点才派丑 不是之前派的 12点那时才派丑给你们 一路坐到那些人在那儿 所以我也不敢看 太晚了 有些有时六七点都在那儿 那就是没什么用 就是斗早而已 真是人生不够 请不到人 那些人不肯 不得已不肯在政府做 一直跟进亚科服务名额不足的 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批评 诊所的改善措施完全没有帮助 完全治标不治本的 纯粹就是说 我们都有改善 有理讯下个排队方法 因为几点钟好 你知道自己排队都等不到的 自然会退前七个钟 要有一个期望管理 期望管理就是 好像现在政府那样 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11家诊所 会改变排队方法 会怎么样 其实结果都是要排队的 市民的感觉是没有分别 没有给人感觉 好像改完这里又是这样 改完之后又是这样 我们很坦白告诉大家 现在牙医的人手非常不足 短期之内 去牙科诊所 仍然是出现这个轮后时间 他认为政府可以考虑容 海公务员在有资座之下 转到去私家诊所体证 可以增加一部分名额 长远也要加快人手培训 母线市记者 刘俊玉报道 有年所补习机构 华尔结业 教育局说已经联络学校了解 正是按机制严肃更进 华尔结业的是 Little Frog 英语补习学校 其中是将军澳坑口 南风广场学校大门所想 桌上一箱箱雜物和教材 大门贴友管理公司领展通告 租用破毁学校未有履行租药规定 已经暂时收回破毁 教育局证实收到个别的家长求助 有关教育机构 有七间已按教育条例注册 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 分别在将军澳和元朗 教育局会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系 严肃提醒学校为受影响的学生和家长 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 海关已经接获相关举报 正是作出跟进 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会采取适当执法行当 一个女人报案 怀疑被电骗损失1800万 警方说早前接获女事主报案 说自称有内地的执法人员 在1月22日来电 指控他涉及一宗洗黑钱案 要求他将钱转账到 五个银行账户以作调查 其后和来电者失去联络于事报案 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由中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 暂时未有人被捕 海关拉座一男一女 涉嫌在网上售卖 怀疑没有排香水和化妆品 检获大约1900件怀疑没有排货 市值大约92万 检获的怀疑没有排货品 涉及多个品牌 海关早前发现 有人在网上社交平台开车网店 出售怀疑没有排的香水和化妆品 于是派人桥装顾客试买 并在淨货商标持有人的协作下 星期二突击搜查长沙环一个公下单位 和元朗一个住宅单位 检获大约1900件怀疑没有排货品 海关拉涉案的怀疑没有排货品造工粗疏 插集了正货品牌的外观设计 以及注册商标 但是他们的包装盒和增身上边的印刷字样 是比较粗糙的 海关拉不发之途会以期间限定 和比市价较低的价钱作招来 以平行进口货品 期间限定速销作为招来 降低消费者的戒心 再降低货卖定价 从而去吸引消费者去求买 以涉案的怀疑没有排香水为例 它的定价大约是港币350元 是正货售价的大概三成 海关拘捕一男一女 年龄分别23和25岁 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并相信已经成功阻止一批 冒牌货品流出市面 海关又说这些怀疑冒牌货品 缺乏品质保证安全性成义 会将让本送往政府犯验所测试 呼吁消费者救物的时候 光顾信与良好的店铺或者网店 无线电视记者王子余报道 有赛站 稍后会有交通消息 快三个时间 先看看港股收市表现 恒生指数收市在报 18,537点 升223点 总成交超过1,236亿 还有港股收市价 营赋基金升2,6点 邓逊控股升8,4点 美团升4,4点 阿里巴巴升6,5点 汇丰控股跌2,6点 有邦保险升1,5点 小米集团升6,6点 恒生中国企业升9,6点 建设银行升8,8点 理想汽车跌2,2点 中国企业升5,5点 中国移动升5,5点 香港交易所升7,6点 香港中华煤气升3,5点 恒生科技指数报 3947点 升75点 欧洲故事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不够1点 巴黎克指数跌12点 德国Dex指数升46点 淘宝论坛 淘江湖重新上线 创办人马云 20年前的旧贴文 也重新复光 阿里巴巴旗下 淘天集团 近日宣布重启淘宝网页版升级 令消失多时的淘宝论坛 淘江湖重新上线 创办人马云在2004年2月29日 以取名风清阳法文 题为今天的淘宝的文章 也都被重新公开 他在当时淘宝诞生9个几月 已经预计电商 作为一个未来的新兴展业 由网络赚钱 一定会是明天的趋势 未来两至三年内 网上开店 购物和销售 将会是成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马云又认为 创业之初 不要为了钱而努力 要为自己的快乐 为自己的理想 和经验的累积而努力 其他消息 创科教育近年融入中小学课程 警方少年警信也举办创新科技大赛 来到第三届 希望让学生在创科意念上 发挥小宇宙 极端降雨 多次都有停车场水浸 不少车受损 甚至报废 这个小四的学生 就发明了一个感应装置 一旦遇到水浸 会保护停车场里面的车 看到这么多车被浸 其实浸到这么多车 也要报废这么多车 都是非常不环保 而且成本都高的 我很喜欢车 所以我想想一个办法 去救他们的车 首先如果水碰到这个水位感应器 它会自动升到某一个高度 令洪水浸活不了这个车辆 当这个雨水流走之后 那辆车都会自动下来 令车车自行行驶离开 虚拟现实技术近年流行 这三个中学生建立虚拟交通安全城 推广道路安全知识和法例 第一个场景就是教市民 如何去承搭兵铁 而第二第三个场景就是 一些交通意外 和行人过路灯故障的场景 而当洪家他们答完问题之后 我们都会有相关的答案 去提供给他们 令到他们去提升他们的手法意识 他们都是少年警信 创新科技大赛145支得奖队5支1 由超过1600个来自近170间 中小学的学生脱荣而出 警方又说希望给机会学生 透过体验学习 在出行、生活、环境和经济等范畴 提出创新方案 以实践智慧城市的概念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既杭州市之后 西安市亦都全面取消住房限购措施 西安市住建部等部门公布 西安市居民在市内 不购买一手或者二手住房 不再审核购买资格 另外建筑面积超过 144平方米的住房 选购的时候不再有缸需优先安排 杭州市早前公布 全面取消住房限购措施 在杭州市购买住房 无需审核购买资格 澳洲推出建筑业培训计划 提供两万个建筑工人免费培训名额 配合早前公布要在五年内 轻建一百二十万间住宅 建筑业界就说 新培训的建筑工人数目仍然远低于真正需求 这里的工人埋手建屋 工头表示人手紧张 建屋追不上需求 地产商早前发表报告 怀疑澳洲房屋空置率跌至历史新低 为了应付有增无减的房屋需求 澳洲联邦政府预告 会在预算案撥款9千万澳元 接合4亿6千万港元 培训更多建筑工人 将会提供2万个免费培训名额 1万5千个来自技能学院 5千个来自学徒计划 政府又表示 会加快审批合资格建筑工人移民澳洲 同通过所需技能测试 估计会有额外多4万5千个生力军 政府目标是在2029年前 兴建120万间住宅 但反对派質疑 政府再过30年都不会达标 当地建筑业家亦说 需要9万名建筑工人 才可以达成当局建屋目标 要求政府制定政策 长远解决建筑业人手不足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远报导 大家好,我是黄永琪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匈牙利 出席当地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星期四早抵达布达佩斯的布达皇公 出席匈牙利总统书尤康 以及总理欧尔斌 以超高规格例如 共同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 匈牙利总统书尤康布达亲自迎战 两人一起检阅礼兵和骑兵 习近平较早时由塞尔维亚转抵匈牙利 是他第一次国事访问匈牙利 习近平旺期待和匈牙利领导人会晤 规划两国合作发展新南途 引领众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 在当地晚上九点多到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匈牙利总理欧尔斌夫妇 外长西雅尔多等高层官员 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 又一班向习近平夫人陈牙外门献花 欢迎来到新南途 美丽的博物 谢谢 谢谢 这次是习近平相隔15年再访匈牙利 亦是他首次对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指今年中空建交75周年 两国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 近年来双方高层交往密切 互信水平不断提高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封石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当中 紧密协调和配合 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赢国际关系树立典范 他期待和匈牙利总统书尤克 和总理欧尔班等领导人会晤 共同规划两国合作发展新南途 引领中空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攀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 和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坐车 由机场前往酒店途中 几百名当地华人 华侨和中国留学生 在道路两旁辉母中空两国国旗 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凶牙利是首个签署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 凶牙利外长西亚尔多早前发声明 指习近平访问期间 两国将会签署最少16项协议 凶牙利将会更深入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凶牙利国家电视台星期一报导 欧尔班和习近平将会公布 内地长城汽车将会在凶牙利设厂 是中国在当地的第二所电动车生产厂 比亚迪位于凶牙利南部 在欧洲的第一所生产厂 将会在今年动工 令德时代投资超过70亿欧元 在当地开设的电动车电池生产厂 也正是兴建当中 这个电池厂是凶牙利 历来最庞大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 预计可以创造9000个职位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美军导弹驱逐舰哈尔西号 礼拜三通过台湾海峡 解放军东部战区全程跟监境界 解放军东部战区批评美军 公开炒作事件 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 对美艦过航行动全程跟监境界 依法依规处置 强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地区和平稳定 美方说哈尔西号 是例行通过台湾海峡 符合国际法 自由飞越公海和航行规设 澳洲新南波尔士州的聂人工 去年让城10死25伤的分离车祸 涉事巴士司机承认 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 误杀罪名就获控方折销 印尼部分死伤者家属不满 案件月底再信 被告即时还颜 涉事59岁的巴士司机巴顿 到新南威尔士州 纽卡斯尔地方法院出庭应讯 大批车祸死伤者的家属 也都有倒庭 去年6月 巴顿驾驶一部 接载35个婚礼奔客的巴士 在新州聂人谷 一个回船处失控犯质 让城10死25人受伤 巴顿一共被起诉89项罪名 当中10项是误杀 案件星期三再提讯的时候 巴顿承认35项控罪 包括10项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罪名 误杀等罪就获控方撤销 据报巴顿和检察办公室 早前达成了认罪协议 有出庭的死亡者家属说 他们心情复杂 有家属同支援他们的组织 就批评撤销巴顿的误杀罪 不能够反映车祸的严重性 误杀罪的最高惩罚是判监25年 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 就是入狱10年 再加上巴顿认罪 一般会获得扣减4分1刑期 巴顿的保释被撤销 幻压之月底再信 刑事检控专员就发声明 说接纳巴顿承认相关罪名 是充分考虑案中的证据和法律观点 强调符合检控指引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道 回到本港 律政司就歌曲《怨荣光归香港》 向法庭申请禁制令被拘之后上诉得席 昨日获批临时禁制令 但多个网络平台仍然可以找到相关歌曲 上诉庭昨日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 批出临时禁制令 限制任何人以分裂国家 侮辱国歌和煽动等意图 发布广播歌曲《怨荣光归香港》 明知而容许他人用歌曲实施相关行为 也都受到限制 即是网络平台营运者需要移除有关内容 但是多个音乐串流平台 不同版本的《怨荣光归香港》 仍然未下架 而Google和旗下的YouTube 也都仍然可以搜寻到相关的歌曲片段 本身是大律师的立法会议员 林美芬 说批出禁制令之后就是即时生效 仍然有发布有关歌曲的平台 应该立即下架 社交平台 其实相关的负责人 当然放上去的 还有host这个平台的 其实都会有责任的 劝语了这么久 几年 所以劝语我认为应该就不合适了 最重要就是执法 我觉得政府和执法部门 有很清晰的程序 在这方面 临时禁制令之后 要有果断的行动 要违法的内容 要下架的 他又认为政府的处理手法 已经在维护国家安全 和保障言论自由之间 随得平衡 我觉得他在Day1 就已经违反了国歌法 他这些是直接有一个散布 将香港好像是从国家分离出去 也都牵涉到我们港区国安法 所以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等 其实他都是有机会 他不拔下来 就已经是会触犯的 其实他们应该现在立刻自己醒觉 他强调国歌维护国家专业 不应该被故意冒犯 即使在其他国家都会被严厉处罚 母亲这次记者 浙月文部到 一个女人报案 违避电片损失1800万 警方为早前接获女事主报案 有自称内地执法人员 在1月22号来电 指控她涉及一宗洗黑钱案 要求她将钱转账到五个银行账户 已作调查 其后和来电者失去联络于事报案 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 由中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 暂时未有人被捕 有些赞,今后有交通消息 三日时间 医管局近年引入多种高科技医疗仪器 利用人工智能等 更快找出高风险病人 也有助缩短病人住院时间 这里一个又一个血管造影影像 谁比较大机会导致中风呢 洞区医院医疗团队 过往要逐增影像去分析 2021年年尾开始 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筛查提升效率 当然AI不是100% 就是百分百准确的 都需要一个医生去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 当最主要的AI就是 找出一些有一个高风险 有一个中风危险的病人 而是它又适合做脑血管的介入 放射的手术的话 我们就可以早点将病人 运送到适合的手术室 远方又用3D打印技术 例如这个脑洞墨楼模型 根据病人手术位置 度身定造 脏身度高 给医院不同的团队 可以在手术前无意训练 提升效率和准确度 还有这个复合式手术室 有机械臂和高规格术中电脑掃描 给不同的专科团队 在同一个空间做手术 减低腹射量等 去处理一些慢性脑出血的病人 早一步可以给抗血小板 抗应血液 令到它减低日后脑中风 心脏病发的危险性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的住院日数是可以减减到 两至三天已经出院了 这些病人 以往可能7天 14天都不定的 医管局说其他联网的医院 未来都会陆续引入 这一类新型医疗科技 希望推动智慧医院的发展 医管局下星期四 一年两日在湾仔会展 举行一年一度的研讨大会 主题之一就是医疗创新 探讨如何善用科技去治疗病人 改善临床服务 到时候会有160多位海外 和本地专家担任港者 大概7000个医疗人员参加 规模是历界最大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策西部 西贡方日华牙科诊所 即日起应审计报告要求 更改派手时间 有市民说仍然没有改善 长者深宵轮后 同长时间等候诊症的问题 只限平日星期四下午认诊的 西贡方日华牙科诊所 未开门之前几个钟 已经有多人排队 诊所早前被审计报告 点名批评派丑安排 即日起有新改动 以往早早11点 才正式派丑和登记 病人要等到下午1点半 诊所认诊之后 才陆续见医生 按审计报告建议 诊所延后了派丑时间 去到下午1点 半个钟之后就开始认诊 不过诊所仍然维持 凌晨初步登记安排 即是拿临时丑 丑号只有21个 派完就没有 即是市民拿完临时丑 中午再回来 拿正式皆证丑 之后再按指定时间 回来认诊 前后可能要来诊所三次 那些老人家很惨的 12点前 12点才派丑 不是之前派 12点那时才派丑给你们 一直坐到那些人在 所以我也不敢看 太晚了 有些有时六七点都在 那真的没什么用 因为斗早而已 真的人数不够 请不到人 那些人不肯 不得意不肯在政府做 一直跟进亚科服务名额不足的 立法会议员陈海恩批评 诊所的改善措施 完全没有帮助 完全治标不治本的 纯粹就是说 我们都有改善 有理讯下的排队方法 因为几点钟好 你知道自己排阶 都等不到的 自然会退前七个小时 要有一个期望管理 期望管理就是 好像现在政府那样 告诉大家 我们11间诊所 会改变排队方法 会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结果都是要排阶的 市民的感觉是没有分别 没有给人感觉 因为改完这个又是这样 改完之后又是这样 我们很坦白告诉大家 现在牙医的人手非常不足 短期之内 牙科的诊所 仍然是出现这个轮后时间 他认为政府可以考虑 用海公务员在有资座之下 转到去私家诊所体证 可以增加一部分名额 长远也要加快人手培训 母线市记者刘俊玉报道 中电今年发生三宗电压罩钢事故 为经采取不同措施 减少事故再发生的机会 电压罩钢绝大部分 是因为外在的因素形成 我们在这方面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例如加装备雷器 或者是一些树木的管理 或者去巡查一些第三方工程 对我们的电纜的影响 至于在我们自己的装置上面 我们也都有一些 装了一些检测的器材 去看着它们运行的状态 从而可以知道减低 有机会出现故障的情况 减少了这个电压罩钢的出现 我们也都希望尽力 去令到我们的供电 维持一个高的质量 再有一个六岁男童 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死亡 是今年第四宗疑痛死亡个案 个男童上个星期六出现病症 曾经向私家医生及医 去到星期一症状恶化 同日入住威尔斯亲王医院 深切治疗部 其后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 它没有接种流感疫苗 另外根据卫生防护中心最新数字 上个星期收集10644个呼吸导阳本 当中14.5%验出流感病毒 较前一个星期急升近4个百分点 连续第五个星期录得上升 甲型流感占近九成 同期公立医院入院率也创新高 其中零至五岁早变 每一万人有五个人需要入院 成立45年的铁路警区将会成为历史 由陆上警区接受工作 警方说可以加强日常巡浪 自地下铁路1979年通车 警队成立了地铁分区 2003年改名铁路警区 专责为铁路提供警证服务 铁路网络持续发展 加上环球反恐形势不断演变 警方说必须加强执勤的机动性 本月中起分两阶段实施新措施 先加入陆上警区人员在铁路巡邻 而6月中第二阶段 五个陆上总区会接手铁路警区 原有三百多个警员 便会并入不同队伍 铁路应变部队亦会并入反恐特勤队 用单一的警区提供警证服务 覆盖整个香港版图的地方 其实是有一些困难和挑战 用铁路本身的车卡作为行动的交通工具 其实在调配或行动的反应时间方面 其实都未必能够满足到 现在我们警政的需要 另一方面就是反恐的形势 大家知道世界各地 不同地方是地缘政治都相当不稳定 香港的地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建设施 我们希望这个基建设施 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警方说早前推出事行计划 派不同部队人员协助巡邏 效果理想 就算是我们请满了人 或者好像现在请不够人 或者再请少些人 我们都会执行这个计划 多了地面人员 我们叫他们下去巡邏 那个巡邏的数字 是上升了百分之五十 在我们正式实行 我们这个提升警政的计划之后 其实那个人员是必然会给 这个现有的状况更加提升 如果在铁路发生的罪案 横跨不同警区又怎样处理呢 警方说现有陆上指挥机制清晰 相信可以沿用在铁路之中 无线电视记者蓝豪杰报道